各位好,今天礼拜五,长周末的开始,12月23号 我今天早上,因为大陆有一位老老奶奶 劝告她的村里,就是因为要嫁给,因为爱情呢 还是因为金钱,那是很老生常谈的啦 然后我就稍微发挥了一下,觉得意犹未尽 所以利用我的五分钟时间,再把这个栏里的事情,再把我的观点聊一下 怎么讲呢?因为我在那边讲,你假如爱谁啊 你因此就找到那个爱的人,你会嫁给他,或者娶了他 那是非常幸福的 当然呢,对方因为他可能喜欢你,可能不喜欢你 所以就是一个负担 因为他的感受不一样嘛 那我刚刚讲的最好的就是,两个人都有这种愉悦的互相喜欢 我也讲了,男人的话,比较注意外面的东西啊 这个当然我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以前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因为漂亮女生啊,有怎么样英俊的男生啊 都是这样,因为青春期嘛,就是这种荷尔蒙的一个吸引 然后讲话呢,讲话有很多种,有人你听到声音就很喜欢 有人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各种各样啊 甚至以前我们讲男女之间,有人连那个味道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今天先把我讲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很爱一个人啊 你跟他结合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对象有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因为当你太爱一个人,你太呵护一个人 每天就是要管他,或者是把你认为怎么样子的,强加于他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一个互相的空间嘛 当这个空间假如没有的时候啊,或者是已经压迫到极限 那就是很糟糕,很危险的事情 也有人说啊,这个,什么大家要空间空间都是借口 比如说男的,就是喜欢到处找旅温,就是到处找什么的 那女的呢,也是他,我们讲一男听的就是水性洋化或怎么样 还有很多人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那个年代,对男女之间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要结婚他才有互相关系 当现在的,你是教徒的话,应该是这种观念 可是我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啊 他们很早就在一块啊 而且现在在美国这个房子也大或怎么样 像以前我们在台湾或怎么样,讲那一点了啊 你要找个黑暗的一点的地方都找不到 我们以前最流行什么的,纯吃茶啦,黑的咖啡厅啦 因为在里面的话,大家就是很激动嘛 我不知道女的的感觉怎么样 至少对男的来讲,那是我们很兴奋的时候啊 怎么样怎么样,我简单讲跟我朋友讲 就是一个探索身体,这个在那个少男少女的时候 非常吸引人的啊,我讲的有点直白啦,不过就是一个真的感受 然后那时候呢,假如有人,我们叫上一蕾二蕾三蕾啊什么的 打了个全蕾打,那时候又不小心人家怀孕的话 什么样子的,那基本上是非得奉旨成婚啊什么的 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这个 可是你现在看到现在年轻人啊,因为现在的避孕方法也多 你看我们的父母时代,每一个家都是四个五个以上啊 后来呢,因为我们是一篮一旅,还有呢,各种的避孕方法多了 以前假如要避孕要带一个很麻烦的啦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了啊 然后再看我们的下一代啊什么的 你看到这些人 基本上他们就是很快在一起了,干什么的 那我们当时不好意思问他们要做到什么事情啊 什么样子啊 那想象都想当了嘛,对不对 我刚刚讲说地方又多 以前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找一个黑的地方,你要到公园啊,到什么地方啊 因为总是很,可是台湾当然也知道 我以前,后来我有一些很厉害的朋友啊 常常给我讲那些秘星啊 各个的地方都有这种什么的痕迹啊什么的 那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比我们好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互相了解什么样子的 可是我也当然也担心 假如他们也是因为这个,我说的荷尔蒙的刺激 让他很怎么样子的 可是他们就不结婚就在一起嘛 大概享受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就没有这个了 好,我就希望那些真的你爱人家的时候 也要注意自己爱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